肖战终于认清自己内心,采访中公然表白杨子粉丝瞬间炸锅,经历了227事件之后,肖战像是变了一个人似的,不知道是被舆论压得喘不过气了,还是怎样。 事实上,余生请多指教这部剧,原定主角并不是杨子,在2018年的时候,就有消息称余生即将开拍,当时剧方的官博,关注了肖战和宋祖儿,但在2019年,又有消息爆料称,这部剧的女主角换成了陈玉琪,在很多人看来,这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,可是谁也没想到,余生这部剧播出之后,再度捧红的却是肖战和杨子。 除了合作剧中的角色外,肖战和杨子的甜蜜互动,也令不少CP粉为之疯狂,网络上曾传出过一段杨子和肖战的视频,当时还引起了不少网友热议,视频中,肖战为杨子是否接受可爱这个形容词,杨子听到后,则一脸开心的回答当然接受,因为可爱可以形容一切美好的事物,长得好性格好,那就是可爱,如果只是长得好,性格却不好,那就不能用可爱来形容了,随后, 肖战还宠溺地捏了捏杨子的脸,当杨子问肖战,什么时候开始喜欢自己时,肖战则有些不好意思地回答道,大概是杨子去医院拉行李的时候,随后,肖战更是表示,表白这种事情,还是男生主动比较好。 现在,肖战已经成功打破了黑暗,再次成为了娱乐圈里的顶流,虽说在成名的道路上,肖战走得并不轻松,好在肖战的内心足够坚强,并没有轻易放弃自己的事业。 当然,最应该感谢的还是杨子,如果不是杨子这个小太阳,给他带来正能量,也许如今的他不会这么阳光。 最后,希望肖战和杨子都能在自己的领域中发光发热,也希望肖战和杨子真的能够走到一起,也算是圆了CP粉的一个梦。 对此,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吗?